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雷影影 雨蒙蒙 日下对天钟 风高秋月白 雨季晚霞红 这一首 这段我们已经很熟练了 牛女二星合左右 牛女二星合左右 山山两要走西东 山山两要走西东 十月赛边 十月赛边 萨萨寒霜金树旅 萨萨寒霜金树旅 山东江上 山东江上 慢慢朔雪冷鱼翁 慢慢朔雪冷鱼翁 好嘞 非常好 李翁对运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 有几首大山里的小诗人写的 这首叫大山 大山 对 这小朋友叫曾思浩 曾思浩 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十一岁 他来自中国广西 大山 你一直站在那里 大山 你一直站在那里 你不觉得黑吗 你不觉得黑吗 如果是我 如果是我 我就不会 我就不会 一直站在一个地方 一直站在一个地方 如果他是大山 他就会怎么样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的大山 你不觉得黑呢 你不觉得黑 对啊 他可能觉得晚上的时候 是啊 晚上大山 他就会跑去中国 好 下一首叫眼泪 眼泪 小朋友叫沐雨娟 沐雨娟 13岁来自云南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 被一个调皮的精灵 被一个调皮的精灵 来进了土里 来进了土里 不久后 不久后 那里长出了一棵树 那里长出了一棵树 树上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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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又一个的梦 我一个又一个的梦 这首我很喜欢 很好 把眼泪变成了梦 那我们再读一遍 我的眼泪 我的眼泪 被一个调皮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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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进了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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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后 不久后 那里长出了一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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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上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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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就是大人的诗吧 大人的诗 这首叫 《偶然》 《偶然》 《徐志摩》 《徐志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亚异》 《你不必亚异》 《更无需欢喜》 《更无需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知道》 《你我相逢在》 《你我相逢在》 《黑夜的海上》 《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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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也好》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 《互放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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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 《今天把这首也选进来了》 《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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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尔曼》 《杨尔曼》 《爸爸带我过马路》 《爸爸带我过马路》 《太阳很晒》 《太阳很晒》 《天空突然变阴了》 《天空突然变阴了》 《原来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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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用手帮我遮住了阳光》 《爸爸像个巨人》 《爸爸像个巨人》 《一望无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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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要把那个聊天给关一下啊 要开始爆炸了 好的 今天有一首比较经典的宋词 我们来读一下 这首宋词的词牌名叫《如梦令》 《如梦令》 然后这个题目就是第一句 我们待会儿再读啊 作者是宋朝的李清照 李清照 李清照 李清照是一位女词人 她就长她是这个样子 谁说她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 后人想象出来的李清照啊 我们来读一下啊 拥下 爸爸关一下 不消残酒 爸爸关一下 我关了呀 但他们怎么说在聊 我已经关了 试问卷帘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 今天你跟弟弟穿的 这是绿肥红兽 这里面有一个卷帘人 试问卷帘人 我当时小时候看到 这以为是卷帘大将 最后就再读一遍好不好 知否知否 因是绿肥红兽 也许绿肥红兽 好的 那夜宿山寺接下来复习一下 夜宿山寺 夜宿山寺 唐里白 唐里白 威楼高百尺 威楼高百尺 首可摘星辰 不敢高升雨 恐惊天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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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首小诗人的诗 为什么树要向上涨 什么树要向上涨 这太好了 对 好 小朋友叫蒙永辉 他是十岁来自广西 植物觉得 植物觉得 自己的床太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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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白云柔软的背上睡觉 想到白云柔软的背上睡觉 好喜欢 植物觉得 自己的床太硬了 自己的床太硬了 想到白云柔软的背上睡觉 想到白云柔软的背上睡觉 他如果长得高 他就变成那个模型了 植物觉得 植物觉得 那别放呀 对不起 来 秋天和我 秋天和我 谢秋凡 谢秋凡 十一岁来自广东 秋天里的每一天 秋天里的每一天 就像一个气球 就像一个气球 满肚子的气 满肚子的气 怎么也变不了风 怎么也变不了风 有满肚子的气 我们今天还有时间 慢慢的把这首读一下吧 明日清晨 作者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 明天天天一亮 明天天一亮 远野露蜀色 远野露蜀色 我就动身 我就动身 我知道你在望 我知道你在望 我行经森林 我行经森林 我行经山泽 我行经山泽 我再不能 我再不能 尝此天各一方 尝此天各一方 真的 我注视着思念 我注视着思念 鱼鱼的走 鱼鱼的走 什么也不闻 什么也不闻 什么也不见 什么也不见 怀着忧心 怀着忧心 扶着背 扶着背 交叉着手 交叉着手 白昼 白昼 我觉得如同黑夜一般 我觉得如同黑夜一般 我不看 我不看 直下江流的远番 直下江流的远番 也不看 也不看 落日散成的采霞 落日散成的采霞 几时我到了 几时我到了 就在你的墓前 就在你的墓前 放一束青枝 放一束青枝 和一束花 和一束花 对 这首诗是纪念死去的人的 谢谢这个诗人心中的一个 已经逝去的人 好 我们已经时间到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就留着明天读吧 好的 今天我和45人一起打声朗读 我觉得我好开心 为什么这么开心 啊45人吗 是因为 超开心吗 为什么 对 因为这 啊 不能去说吧 快 我想跟大家聊聊天 对 是因为 如果那个小诗人 觉得很开心 啊 对对对 就感受到了那个诗歌的美好 然后觉得 我觉得这个会